EDGM碾压涛博拿到首胜 艾斯从AG取经成功 葛明里怒喷涛博就跟人际一样 选手就该全部骂一遍 不然那首秀宣告失败 TTG跟涛博属于双输局面 就在2月2日 EDGM跟涛博迎来春季赛首战 并且这还是艾斯当主教练的首秀 直接是写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谁也想不到 摆烂这么久的队伍 能够临风涛博 整个团队的状态都直接拉满 特别是艾斯的 BP相当扎实 甚至有玩家觉得他从AG取经成功 阵容选择的比对面好太多 对此北升也是给出评价 艾斯并不是在学AG 他选出的阵容就很普遍 但选手就是能打出效果 EDGM这赛季有可能会成为黑马 EDGM学AG的阵容 你不能因为艾斯以前是AG的选手 就觉得EDG在学AG的阵容 说实话 EDG这个阵容拿的 没有什么AG的影子 他这种阵容拿的 其实就是属于模板 你懂吗 都是属于模板 没有什么变化 他肯定是不弱的 然后呢 但是他的阵容在模板的支撑下 他会有强度 但会显得模板阵容 有一个很标准的 这个衡量标准 就是他会显得比较呆 然后就是个mini怒喷涛博 就跟人际一样 选手就该全部骂一遍 第二局 明明前期优势那么大 直接三波 团战就崩了 不然在涛博的首秀宣告失败 TTG跟涛博在这个转会期都输麻了 必须一个啥 其实反掉 有炮 床头有大 双调秒了 但黄冯架炮 都得不停 都得死 出列大招大户军 赶紧跑 黄冲一个牛顶 小杀 你可能要倒 倒了 倒了 还是倒了 又将冰城给带走 倒了中路是有波飞下来的 这波打钥匙要中路被冲 这不就是自己问题吗 哇靠 这波我跟你说就抓 我还是他 我还是淘波教练下去就骂他们 这把看的真的是气 这把要是教练真的看的气 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这把输 我接受不了涛博这把输 真的 涛博这种情况 这种状态 这种局面输 最多A 涛博现在这个实力 目前这个实力 总的来说 艾斯跟布然的这场首秀 结果却完全不同 如果双方是打满五局 局面也不会这么尴尬 反而是TTG输给了AG 不然又被艾斯凌峰 就目前而言 AG跟艾斯算是赢麻了 至少这次转会期 都做了对的决定 反观 TTG跟涛博迎来阵痛期 调整不过来的话 前者要调出S组 后者有可能去B组 大家觉得呢